接下來關心 由喬委會和菲律賓華文學校 聯合會 聯合主辦 而由海華文教基金會 承辦的一百零六年 非華校聯暑期失資講習會 是在馬尼拉市舉辦了結業式 這些喬教教師利用了暑期 持續進修來提升教學方法 未來他們也將應用所學 讓教學變得更有趣 106年非華校聯署期失資講習會 結業式在菲律賓嘉南中學大禮堂 舉行由非華校聯常務理事 陳惠玲擔任大會主席 朱菲副代表朱熹擔任主兵 非華商聯總會 非華體育總會 及非華各校友會聯益總會等 僑團也都派代表出席觀禮 大會主席陳惠玲致辭時 感謝僑委會支持 非華校聯的活動 並且對於臺灣講師們不謂酷暑 來非培訓當地喬校教師表示讚揚 每年非華校聯署期失資講習會的舉辦 正式為老師們提供聯習培訓的機會 加上僑務委員會對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熱誌 全推動和支持 每年領派優良 資深老師前來幫忙 我們培訓失資 讓參加的學員獲益良多 祝非副代表朱熙則是感謝喬校教師放棄暑假休息的機會 持續進修 也其免大家開學後能應用所學 讓教學更加多元化 科學化與趣味化 那麼短短的這個兩個禮拜的中間呢 我們剛剛在從這些當地老師的這個反應當中 覺得這次效果非常好 對於我們這個中華文化的傳承 尤其加強與臺灣中華民國的這個關係呢 成效非常的豐碩 尤其他們在地的老師 那麼也都反映希望明年再繼續的 這樣的這個教師研習的活動 那麼也希望喬委會繼續給他們 的協助 隨後 朱熙代表頒發結業證書 給來自十八間喬校的一百多位學員 由各組派一位代表上臺領取 朱熙與非華商聯總會 執行副理事長林玉慶 也頒贈感謝獎牌 給來自臺灣的五位獎師 這次來參加二零一七 非華華文教師研習會 那雖然是我第十四次的外派 但是我覺得有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這邊的人情味 還有熱情 還有老師的認真度 非常非常高 所以今天這個結業市真的是滿滿的感動 也希望在我們所教的所有東西能夠傳授給這些非華的老師 讓他們能夠轉化運用 以及能夠發光發熱 學員們也向與會人士展示兩週的學習成果 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自一九九三年成立以來 每年都會舉辦暑期師資講習會 由喬委會領選經驗豐富的老師授課 協助提升當地華文教師教學的知識及技能 台灣宏觀電視王永新 菲律賓馬尼拉採訪報導 謝謝